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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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都要特別提到 因為我們收到法律意見 就是說不能夠用那個上網去查 那個選民資料 來作為那個驗證選民身份的做法 我們昨天也發出了一個通知 所以現在各個站都不會接受 亦都不會要求選民上那個選舉事務處的網站 去查閱那個資料或者相關那些截圖 大家只可以用你的住資證明 或者是過去由政府發出來的選民的投票通知書 有些人都有個疑問 會不會連個投票通知書都違法呢 我昨天就看得很清楚那個投票通知書的 當中它是由政府發給市民的 而上面也都沒有任何的指示或者提示 就是你用了在其他的途徑是涉及違法 我見不到使用這個投票通知書 會有任何的問題 但是如果真的要被人告的話 我相信責任應該是在特區政府那裡 應該因為那份投票通知書 是由特區政府發給所有香港市民 也當中是沒有任何提示 你怎樣去使用那份通知書的 所以我們也都會接受那個投票通知書 作為那個驗證身份 我已經被到達了 對請入商巡礁 是否正確的 我們等會一直接受一下 如果我們要拍照 我們要拍照 我們做到什麼 的朋友 我們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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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